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日关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结束了欧洲六国之行 星期四从比利时启程返回日本 安倍所到之处特别强调了 日本面临着中国的威胁 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 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小玉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 因为历史的原因 还有一些岛屿的争端陷入低谷 但是现在两国都在寻求改善关系 安倍晋三一方面说敞开对话大门 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 又强调中国的威胁 他这样的做法的背景和目的是怎么回事 林森是的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利用黄金周十天访问了欧洲六国 那么他在最后一个访问地比利时 在北约组织总部发表演说时 强调了中国的威胁 他说中国的军事支出 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 而在过去十年 这个数目已经增加了三倍 他还说中国的军费支出项目没有公开 军费支出缺乏透明度 他还说在东中国海 南中国海 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这种行为 在频频发生 我们知道刚才您也提到 这个安倍一直在说 希望与中国展开对话 希望举行首脑会谈 他的对话大门是敞开的 但是他又做出这样一种 很容易激怒中国的这些举动 背景是什么呢 那么日本媒体认为 他这是针对中国和韩国 我们知道今年春天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韩国总统朴槿惠 先后访问了欧洲 那么他们在访问期间 都指明批评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在日本看来 这是中韩两国联手 构筑了对日包围圈 日本媒体认为 安倍晋三在欧洲的这些举动 实际上正是针对中国和韩国 那么试图打破这种局面 当然中国立即对 安倍晋三的发言 做出了反应 中国的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唐嘉玄 昨天星期三在会见日本的客人时 就提到安倍晋三在渲染中国威胁 那么他的这种做法 是很难得到中国的信任的 林森 嗯 嗯